大家好,我是圓圓 今天終於沒有下雨 最近那個美雨季太無聊了 每一天都在下雨,而且下大雨了 所以我今天要趁機會在外面走一走 享受沒下雨的時間 我今天要跟你分享幾個 我剛到台灣的時候覺得蠻驚訝的 還是我完全沒想到的一些東西 嗯 我們現在在十大附近 我很久很久以前在這邊學中文 嗯 我的木校 好像要去上課喔 開玩笑啦 十年前的我要上課 我到了大岸森林公園 今天天氣特別好 真的,太陽很大 還有一點藍色,我真的蠻開心 今天終於可以在外面走一走 對 好,剛到台灣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我覺得 讓很多外國人非常的困擾 就是台灣的廁所 台灣的廁所 有三個我覺得有點奇怪的東西 第一就是燉廁所 燉廁所 燉廁所在台灣很多 我沒有那麼喜歡燉廁所 但是如果要用的話還是用吧 嗯 好,台灣有另外一個東西 就是衛生紙啊 你不可以丟在馬桶 對 這個法國從來沒有看到的 法國不管哪裡 呃,衛生紙 你都一定可以丟在馬桶 完全沒問題啦 現在大家說不可以丟在馬桶 是因為傳統嗎 還是是真的 呃,台灣的就是水管 還是沒有辦法接受那麼多 衛生紙 你知道嗎 你可以告訴我嗎 我要告訴你一個秘密 其實大部分的時候 衛生紙我還是丟在馬桶 嗯 你知道嗎 法國的衛生紙 呃,都是那種 原通行 然後你繼續拿 但是台灣一般的家裡 不會有這種 其實台灣一般的 都是抽取的樣子 然後它是正方形的 你可能會覺得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其實啊 呃,我很久以前 有一個朋友來台灣玩 然後 呃,他其實 他住在Airbnb 他自己一個人住在Airbnb 然後他傳訊息給我說 遠遠 我找不到衛生紙 我覺得有點奇怪 怎麼會就是家裡沒有衛生紙 所以我跟他說 好,沒問題 你可以去去城市買衛生紙 好 就是他去外面 他去 他去城市 然後呢 他還傳訊息給我說 我真的找不到衛生紙 他們沒有衛生紙 那個時候我覺得 怎麼可能 一定有吧 然後就是最後 他還是傳訊息給我說 其實他不知道衛生紙的樣子 是正方形的 他真的在找那個 遠通行的樣子 所以他一直覺得 找不到 對 我覺得這種小細節 有時候有一些外國人 真的會覺得非常的困擾 好,接下來一個 很多外國人會覺得很奇怪的是 呃,台灣 很多箱子都沒有人行到 所以我現在在 就是一條路的中間走 感覺到有點危險 其實沒有那麼危險 但是還是要 可能要多一點小心 法國好像一條路一定會有人行到 就是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會覺得蠻奇怪的 但是台灣好像很正常 還是這裡 路真的蠻大的 但是也沒有人行到 你還是要跟機車車子分享 有一點危險喔 怎麼會路這麼大 然後他們都沒有蓋人行到呢 嗯 你知道嗎 台灣人真的很多 我每一次在外面拍影片 呃,我還是有點害羞 你知道嗎 我每一次都希望 我可以在一個 沒有很多人的地方 講話 但是我在台灣 真的很難找一些 沒有那麼多人的地方 對 現在還好在一個箱子 人不多 我可以講話 對 另外一個我覺得 呃,很驚訝的是 台灣其實很多野狗 呃 好像在法國 你不會看到任何的野狗 台灣 很多像太陽 的 呃 很多野狗 有時候你會覺得 有一點點的不安心 因為 真的蠻多 然後有時候他們可能會 嘖 不是威脅你 但是 其實我被追幾次 因為他們可能 我在跑步 他們覺得 我是敵人 所以他們追我 對 你知道為什麼台灣這麼多野狗嗎 好,我想講到另外一件事情 D&T大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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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實 呃,法國完全沒有這個概念 台灣很多 非常非常的漂亮 很豪華的 D&T大樓 然後樓下會有警衛 呃,它可能是負責安全 但是也許負責收到你的保骨 所以你如果不在家裡 呃 還會有人去收你的東西 法國完全沒有這個人去請 我覺得這個超棒的 但是當然 管理費有點貴 因為還是要付那個那個福利 對 呃,有時候 D&T大樓會有一個小小的簡稱房 還是 樓下可能有KTV 所以 法國也沒有啊 法國只是一般的 建築物 就是公寓 可能有D&T 但是沒有任何其他的福利 對 所以我真的蠻喜歡台灣的D&T大樓的概念 台灣有另外一個我覺得外國人很困擾的事情 就是民國日子 呃 常常在很多地方要寫日子 但是不要寫 西方的日子 而是要寫 中華民國的日子 所以 比如說我是1987年出生的 但是 很多地方不能寫1987 而是要寫 76 嗯 我是中華民國76年出生 對 然後現在一樣 現在不是2020 而是109 對 你知道在很多國家 呃 你開水龍頭 直接可以喝水 呃 瑞典 我住在瑞典的時候 每一天都這樣 呃 呃 法國其實也可以 不過很多人會覺得法國的水龍頭的水 呃 有點偉大 所以沒有那麼喜歡 我是住在瑞典 直接來台灣 我在台灣的第一天 很口渴 馬上 呃 自來水 聽說其實水沒有問題 而是 呃 水管可能有問題的 你有喝過家裡的自來水嗎 覺得怎麼樣 好 最後一個你知道是什麼嗎 最後一個就是 蟑螂 台灣的蟑螂 真的超級大的 法國的蟑螂好像很小 可能只有 這麼小 但是台灣的蟑螂有可能 跟你的目指一樣大 超級可怕的 我有一次在家裡 呃 我就是打開窗戶 然後 我突然看到我的窗簾 一直在 在動 真的看起來有一個動物進去 我真的以為是一個鳥 因為真的蠻大的 結果呢 這是一個超大的蟑螂 而且呢 它是從窗簾 飛到我的身上 飛到這裡 超級可怕的 我馬上真的雞皮疙瘩 你知道嗎 整個身體都雞皮疙瘩 啊 太噁心了 對 台灣的蟑螂真的蠻特別的 在路上OK 在家裡真的太可怕了 好這個影片到這裡 你自己去過國外 覺得什麼很奇怪 還是什麼跟台灣完全不一樣 你可以留言告訴我 好謝謝大家收看 請你們訂閱我的頻道 我跟你們說 下次見 拜拜 好像有一點點的塞上喔 你知道我今天為了拍這個影片 我走了14公里 不過還好啊 還是看到很多 我覺得很漂亮的東西 對 所以 還覺得蠻開心的